这个星期就是一个新的老师跟我们讲 Business of the business 今天雾蒙蒙的 今天白天会非常热 会达到84度 今天是星期一 4月10号 星期一 上课的时间 今天开始上课 上个礼拜我们放纯奖 两节课没有上 等于说停课 好大屋啊 I need you to sign a sale ticket for a client of mine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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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 I got arrested last night The FBI arrested me 上捷课之后 就收到学校的一封信 说这是你的第一场信 然后还有这个记忆的一个指导 然后这个John就在跟我们讲了一下怎么做 然后他说你先听我怎么讲 然后你再看剧本 看这个信 So what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is Meisner's memorization and the instructions that he would give you from back in 80 years ago to a piece of text that I'm going to get to you a scene so to speak and learn how to memorize it in the way that he would do that for you Once you've read it I want you to sit down at a computer or at a where you're writing and you take the scene but only your lines 简而言之 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这场新的所有line 穿在一起背着滚瓜烂熟 变成像是自己的电话号码一样 一问你啪就脱口而出 这样的效果 那个John给我们多一个礼拜的时间去准备那个sing 因为我们要把那个词 那个台词要记得非常熟嘛 所以的话 那这个星期就是一个新的老师跟我们讲 business of the business 职业的演员的最基础的东西 就是一些技术层面的 第一是hareshot 然后是resume and real 然后是actor access 好像是这样的排序吧 四个四位 所以讲了怎么去拍一个好的hareshot 然后还有怎么准备你的resume 然后你的real 好像real是第二 real的话怎么去做 比如说你还没有的话 关于real的话说到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idea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个跟你的形象或者说 跟你的形象或者说你的特点比较接近的一个角色 打个比方某个电视联系剧里面的一个coastar 一个配角这个比较跟你接近嘛 就说然后或者说你找到这样的一个形象也比较接近你的是一个亚裔的一个角色 然后你就把这场信呢把那个词给记下来 然后你就把它当成这个audition去拍 并不是去拍一个real去真实的好像去做这个场景 然后我的服装服装服装 什么都配齐了再去重现这个场景 不是你是把它做成一个audition的self tape 你就好像你在做这个audition 你就假设你就已经被book 你已经被cast 在这个set上正在演这个角色那样 然后让选角导演看到你最好的表演 一个是你做这个比较简单 另外的话你可以去 因为如果完全是靠你有限的real的话 可能你没有那么多角色 或者没有那么多有挑战的角色 没有那样的空间给你去发挥 那你挑一个大家都知道 或者说比较出名的一个电视剧 电视剧啊电影的片段 你觉得哦打个比方 我觉得我官继威跟我那个都是亚裔 然后形象也比较接近年龄也差不多 那我就去拿那个瞬息全宇宙的 那个一场他的戏来拍一个audition 就是你拍到一些你本来没有办法去拍到的东西 但作为audition很简单嘛 你就去也不叫模仿 可能我这个例子不太对 你要找一个就是没有那么出名的片子 和那个角色 然后你去演那场戏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co-star的一个角色的话 可以是你也可以是他 也可以是那个 就是任何一个还能够胜任这个角色的演员都可以 但是可能没有深入人心某一个名演员的角色 你拿那个来做一场sync 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 但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idea 比如说我拿我自己的real来做比方吧 我的real的话那多数都是爸爸的形象 然后好几个片子的那种特点都不明显 都是差不多的爸爸 所以的话你的real哪怕有你拍了很多片 但放在你的real里面就看起来都是爸爸爸爸爸爸 或者说你我又拍了很多车上的戏嘛 那你不要整个real虽然不同的角色 但都在开车 那样也有点单单一 所以的话你就要给自己创造一些sync 那就可以以那个subtape的形式来去做 是这个意思 好这是关于real 然后resume的话也讲了很多 他说你应该怎么去编排你的resume 这个倒是比较简单 然后他下一节课的话 会让我们都把我们的actoraccess的page发给他 然后他可能会看一下 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 对还有就是他关于拍subtape也说了一些建议 就是比如说你的这场sync里面有比较多的不同的角色 那不要把它们都分开 分在左右或者镜头的左边右边这样 这样他说不太好 尽量的把你做的subtape简单一点 就是看在一个地方 然后比如说不同的角色说话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稍微有一些变化就可以了 让别人看着 大概能看出来你是跟另外一个人说 然后你的当然你的语气可能都会变嘛 因为不同的人说的话也会不一样 就是尽量不要就是你侧的一边 让别人只看到你一个脸 一侧的脸 或者说是这样变化太大 然后i-line要在你的i-line的平行的地方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关于这些背景啊 他都说了 这个基本上我都知道 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我还不知道的 他就觉得就是尽量的少一些你的i-line的移动 ok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 bye